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有任务 嗯 好 我知道了 西边有一栋大楼 发生火灾 大家赶快上车 赶往火场去救火 是 完了 约会开样子又跑堂了 点凭在这种时候激活 右墙 快点 救火是不能耽搁一点时间啊 真的 把驾驶高阳准枪 一定要控制住火势 儿子 我的儿子 大姐 现在这栋楼火势太大了 你不能进去啊 但是我的儿子还在屋子里啊 啊 王姐 你儿子还在里边 这可怎么办呢 他的儿子才八岁 哪里能从这大火中逃出来啊 儿子 你要坚持住啊 大姐 你别着急 我们一定会把你儿子救出来的 就嫁给我们吧 你家住在几楼啊 五楼 你们两个 赶快进入火场 到五楼抢救这位大姐的儿子 谢 哎 今天的约会是彻底抛堂了 还要去火场救人 真倒霉 刘强 你给我快点 在火场上 时间就是生命 知道了 儿子 儿子 我的儿子 你没事吧 刘哥 你速度可真够快啊 在火场 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能快一秒 说不定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嗯 在救火工作中 李又强一直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 但在某天清晨 他却在上班的路上遭遇了火车 啊 不好 哎 哎 遭遇车祸的李又强 恰巧被一辆故故的救火车紧急送到你了 哎呀 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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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爸 爸 妈 你们别太伤心了 我弟弟他不会有事的 医生 我弟弟的伤势怎么样啊 要不要紧呢 医生 我儿子究竟怎么样啊 哎 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他的肝脏破裂 肋骨骨折 最严重的是因双膝关节破裂 结内组织液 随着血流入肺脏肌脑部 重则死亡 轻则成植物人 啊 有强啊 你快好起来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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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姐姐不忍见年迈的双亲甘辛苦劣 决定上山向一位法师求助 师父 阿弥陀佛 嗯 师父 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的 希望师父救救我弟弟的性命吧 师父 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又强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呢 消防园警 又强在消防园警任内对救火工作有所怠慢 哎 愿夜深洁 唯有放生可解愿世愁 寿愿绵长 唯有放生 好 我们现在就去放生 李又强的家人 法师的道长离开心 便更乱无力 日日放生 不敢一天 李又强的家人 持续放生一个多月里 李又强的伤势竟日渐好准 虽然还无法说话 但眼睛已经可以睁开 四肢也能稍稍活动 谢天谢地 又强终于活过来了 你好好休息 一定会好起来的 医生 我弟弟的伤势现在怎么样了 他能恢复成这个样子 简直就是奇迹啊 我都有些不解 你弟弟这种情况实在是罕见啊 又强啊 你在任职消防远景期间 是否曾对救火工作有亏于良心呢 奴彼说了 起心动念皆是夜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几个月后 李又强慢慢开始好起来 而每月的大放生 也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并见他 考念阿弥陀佛圣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双手释放误会 真心诚意地唱为过去的种种嘴前